第千灵八十五集 你们说姓叶的那个人会回到陆地上来吗 他的那些战绩是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过于虚幻呢 太阴神子曾一人毒压东吐石脚 四方阶级 没有一个人赶出来一战 却被这样斩掉了 千真万确 所有战绩都没有一点水分 等着看吧 他一旦回来 必然有惊世狂澜 二斤的金屋一组都快疯了 北部的卢州都快被他们搞交了 举足皆要杀夜性少年 这是一座生意兴隆的酒楼 叶凡在二楼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听着一些修士的议论声 民领上古长生观的那半夜仙境 与人王殿的半夜仙境 二斤交换成功了吗 这几年来 他们都相互忌惮 几次邪精互换 但每次都不了了之 怕被对方所欺 叶凡静静聆听 发现四年来陆地上发生了很多足以震动四海的大事 人王殿高达三千七百岁的老王作画 一世功告逆天 至此走向生命的终点 让许多大教长出了一口气 尹天德做生死官十年 出世后不可度量 他沿着巴井公园主人留下的足迹 骑着一头青牛一路西行了下去 曾有人见到紫棋东来浩荡八千里 一带天骄 孔雀大明王冲关仙台三层天 终是失败了 被焚成一道灰烬 深思盗消 以清武 美丽的让整片古星玉 所有女子都暗淡无光 破尽巴进领域 登临仙台二层天 第九个小台阶上 兵机玉谷 圣洁无瑕 被奉为神女 路牙做官四年 出官之际 身后县九大金乌十足法身 震惊天下 紫微神朝 绝代天机国师作画 在逝去前 以毕生道理推演 德西该朝必将大兴 日后将有神英天将成为神主 四年来朝起朝落 发生了太多的事 如那浩瀚汪洋一样变化莫测 不可预料 叶凡感叹 想用完食物 拉起小童童 向楼下走去 那个人 一名修士盯着叶凡的背影 狐疑 又望向他拉着的五岁孩童 一身血肉精盈 让他露出了金蓉 难道是他回来了 他快速的跑下楼追了过去 然而大街上早已是人屈隐无 其他人见到街露出惊异之色 全都跟了下来 七兄 怎么了 你刚从海外回来不久 难道见到了固有 亦或是见到了三缺道人 这样的不是强者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北海的那个人回来了 这个大州必要打乱了 奇性修士神色凝重 在这一日 一则爆炸性的消息 在东部的神州传出 自北海之眼脱困的人回来了 这则传闻一出天下街洞 比尹天德奇牛西行的消息还惊人 当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等叶凡回来 弯弓射金屋 一日连杀五位金屋太子 再斩百余金屋强者 血染北海震动天下 随后 他更是连比天下三大奇才 斩掉他们的无敌光环 举世皆经 而今 这个人竟然回来了 出现在陆地上 怎不让人关注呢 十方皆经 全天下的修士 都将目光聚焦在东部神州 鹿鸦怒发冲冠 携乌齿刘金躺而出 背负九大金屋十足法身 阳天长啸 向东部的神州横渡而来 他不仅从海眼回着 回到了这个世上 还有了这样的惊世战 神女一轻舞自语 而今他惊眼天下 是美丽与圣洁的化身 许多修士甘愿拜倒在他的脚下 叶凡使一出现 就引动了天下风云 陆地上所有人都在关注 北斗古星雨 一片大荒中 笔长人高出两三个头的 睽违男子 浑身是血 劈头散发 以诡异的身法奔行 后方 一道朦胧的身影 如一尊神奇一样闪烁 一会儿消失 一会儿又突兀的出现追杀了下来 前方 睽违的男子大喝 腰底九斩 滑道 在其双眼中射出两道龙形光柱 斩向那道朦胧如神一样的男子 白帝所遗留神术 果然压概世间 你看比圣主 但可惜遇上了我 终究是差了一筹 后方的男子 一直点出一片滔天神光 一下子压盖了整片大荒 老子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都没有被你们杀死 我就不信邪 今天会陨落在此 庞博喝道 他浓眉大眼 很是魁梧 此时浑身是血 腰底九斩七处 顿时打穿了大荒 与那个人大站在了一起 北玉一片原始山脉中寸草不生 赤地万里 猴子火眼金睛 两道光束逆天而上 他的身上有一道道裂痕 他手中的乌金大棍沾着血 乌鸡一块又一块 有敌人的也有他自己的 在其身后野蛮人遍体鳞伤 倒提狼牙大棒 背负着半边身子都几乎烂掉 不断咳血的里黑水 圣皇子 你莫要自悟啊 另一边有一个人冷笑连连 对我出手 很好 很好 我倒要看一看你们有多大本事 我就杀了你们所有人 猴子无比的愤怒 身上有不少伤口 浑身金色的毛发染血 神皇子你要知道 而今一个身份更显赫 比你还要尊贵的天皇神子 正如日中天 你若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你行事不利呀 追杀的人很冷酷 猴子眼中金光一闪 不死天皇的后人也要出手了吗 前方的人脸上挂着冷漠的笑容 没有说话 眼中很沧桑仿佛有岁月变迁 有山河崩塌 绝世高手契机流动 早知如此 当年小叶子在摇池将气从石头中切出来时 就该将那枚弹摔碎 不该送给太古王 这个白眼狼 垂死的里黑水艰难的开口 你亵渎太古族的天皇神子 当心被人听到 会将你涌震炼狱中 追杀的几人冷笑 镇压你吗 老子反正也活不成了 有种镇压我 让我活山一万年 暴受炼狱煎熬也认了 这倒也是啊 中了古之大帝所开创的神术必杀一击 就是那个圣体叶凡回来 也必死无疑 可惜他再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世上了 不能杀他 真是一种遗憾呢 嗡的一声 乌金大棍压榻虚空 猴子浑身金毛射出万丈神光 少说废话 手底下如果不行 今天我砸死你们全部 东荒南部地狱 积家一座巍峨高耸的浴台上 皎洁的月光洒落 一个紫衣少女仰望星空正正出神 不多时 一个满身血迹 头上笼罩光环的男子一步步走出来 登上浴台 充满了疲惫 身上有很多可怖的伤口 我去完了 只见到一些血与骨 我与一些人大战了一场 希望他们无恙吧 难道又像是那只狗一样 自此战死 从世上消失了吗 这些年来 小楠楠去了哪里 少女被清冷的月花笼罩 明镜出尘 如广寒雀中的神女 正是姬子月 我真的希望那只狗没有死 有她的五穷神阵的话 他们会好过很多 姬浩月叹了一口气 灿烂的星光 无尽的遥远 姬子月仰望星空 注视着另一端 世间如水 转眼十二年过去了 骨骼 继续 明镜